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列表中医协会的终身会员 还有首位引入美国微电技术 去到亚洲的表表者 1990年在中国北京亚运会担任医疗及伤痛顾问 谭博士是Morrison University的荣誉博士 同年亦获得世界杰出海外华人奖 谭博士的背景很严重 有一次我的好朋友Lily曾 他就说 喂 师傅 你快出来 我说 什么事 我们约了敬人吃饭 他说 谁是谁 他说 谭博士 他说 谁来的 他说 谭博士你都不认识 你要认识 结果都是你没来的 我应该很忙 结果认识到谭太太 然后我们就上了你两堂 我发现这个世界 原来我们香港 本地姜是非常辣的 我讲了 我讲了 听到你一堂 一堂就讲这个牙教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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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M.J. T.M.J. 可以讲多一点给大家知道 好 而上一次就讲生成 是 原来真的非常有趣的话题 是 是 是 那谭博士 你是最 我对你认识 最出名的 我自己知道 就是这个微电科技 是 那我们桌面 已经有一部 最新版本的微电机 是 没错 那我们当然 我们卖广告 但因为谭博士 你这个机 实在太竞抽了 那我们相聚 其实很少帮人卖广告 会不会这样做 是 多谢 因为我知道 这一样科技 是可以帮了很多人 是 是 是 这样 例如这个 这个 焦了的 被木炉弄了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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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什么是微电科技 嗯 就实在今天 很多谢 Esther给了个机会 我呢 在这跟大家分享 这些东西 那么 微电科技 实在呢 很多人以为 她没听过的时候 她觉得好像很新鲜 那样东西 实在不是新的东西 顾名思义微电 很微弱的东西 好像微电 那样 微弱的电 那怎么微法呢 对 怎么微法呢 很多人就知道 电流 就是现在 有一架超出名 我跟她买了广告 就是Tesla 就是Nikola Tesla 发明电 是吧 电的发明 已经过百多年 是 以前的人 就只知道 天会闪电 但是 原来人 我们可以製造电 但是实在 人本身 不单止是 人本 自己本人 原来我们的动物 植物 原来都有电 那么 微电 简略这么说 就是 一种很微弱的电流 那样解 但是 跟我们人的身体 有什么关系 原来我们的人 身体有三种电流 一种 心脏的电 称为心电 大家知道呢 另一个是脑电 脑电 脑电波 第三种是什么电 就不是那些美女 用人压电 你那只 我也想说 这个难的 是那些 是那些 艾成火问的美女 把我们的 拿镜头的哥哥电 你 不是 原来 这种电流 是生物体本身有的电 大家都知道 某位 某位 人士 他的心脏 有些不舒服 他去看医生 医生 就会主张他 去做个心电图 对不对 心电图就是医支 对不对 好 就去做医支 或者做医师支 心电 脑电 还有 如果他整天头痛 他看了很多医生 吃了很多药 都不是很有效 都是肚子 他就会找一个专科的脑科医生 这些脑科医生 就会主张他去做一做脑电 当然今时今日就不仅是照 那么简单 我们就可以拍CD 还有静电子掃描 就是掃描 另外一件事 就不是看电 就看组织 有没有变异 第三种刚才说的电 原来 就不是眼睛发出来那种电眼美人的电 原来 就是我们肌肉和皮肤 即是肌肉在皮肤下面 原来我们称为身体油的正电 实在 肌肤产生的电 既然三种都是很微弱的电 但是Ester可能 下周地区也不少 就是在香港 天气很热 天气很热 但是到天气冷的时候 大家是否喜欢穿些药帽衣 穿些药帽衣 然后有些人穿些皮鞋 或者叫做没有防正面的鞋 那他走路 切切切切的走路 在地毯上走 走一轮之后 他突然跟隔壁某位人士 或者某个朋友 握手或者碰撞 哇 被他电到 会啪啪声 但是有一个方法 简单去证明身体带电 就是当你穿了一些 这类型的毛衣 或者一些没有防正面的东西 而你穿了一双鞋 就在地下磨擦地毯之后 接着你走去一间黑某某的房 那你就把手挂着衣服一扯 哇 真彩了 你就看到在你那个房内 黑某某的地方满天星斗 那这是什么来的呢 这就是我们人的身体 带有的静电 那这些静电 原来就是我们身体的心脏 和脑和气肤 产生出来的微电 那我们怎样用这一样东西呢 说得好 那微电流实在 我们已经在1979年的 圣诞节那天 12月25日 有一位相当出名的 又是我的老师 就是Dr.Thomas Way 就已经发明了这一套系统 那当时他发明 当然是没有那么先进 那当时他发明了一些手枪类型的东西 那手枪类型的东西 那手枪类型的东西 那在前面的嘴上 他就插一条棉花条 那插一条棉花条 那插一条棉花条 我们做什么呢 原来他就代替了针灸 那大家都听过 针灸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一种治疗方法 就是在穴位上 把一些小银针刺激 那刺激那条反射他 那这位Dr.Thomas Way 这位博士在美国 原来他本身是中国人 这个就是我们以前 1978年第一个姓荣的 叫荣毅仁先生 不要跟他买告白了 但总之1978年 我们中国第一个红色贴本家 某间公司来到香港 就在香港成立那一间公司 是一间很出名的银行 这个集团就在香港发展 就跟这个荣先生 同样这个荣治 这个荣治 就是江荣的荣 这位Dr.Thomas Way 在美国 原来他的祖宗 他的祖父和祖母 有几代前已搬去美国 原来他的世代 是一个针灸师的世代 但他又学西医 他又不想再用针 结果他就去北京 就学了五年针灸 他就用了我们中国这个针灸的理论 就回到美国 就发明了第一部机 就叫做电子针灸 实际原来电子的针灸 虽然我们中国人都发明很多东西 其中一样针灸 固然一定不是外国人发明 但是电子针灸 就是由美国华人发明 当然在美国也不要紧 但是他是中国人 这个系统 就经由我们另外一位拍档 这位是日裔的美国人 他的名字叫James Suzuki Dr.Wing 因为很久没有联络 他还在不在身 我不知道他应该九十多岁 但我这个拍档 这个伙伴在美国 就发明到这个 用这个数码系统 即是数码系统 我比较上用的比较多 还有我比较多学生 我亦比较多跟我学习一样的人 所以很多人灌这个名字给我 你说我承担得起呢 今时今日我敢承担 因为我都很老 我今年都七十岁 七十了 七十岁 那些人觉得比较奇怪 看来这么后生 因为我很多学生 都认识了二、三十年 他们知道我们这个 微电这个系统里面 其中一个秘密就是 不单止可以治疗、伤、疼 或者某个类型 和身体有关的病毒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原来要令到人少些皱纹 可以令到人皮肤更漂亮 所以我们在整个系统 特别是亚洲地区使用 对于美容、抗碎炉 和去皱纹 这个范畴 我可以这么说 我应该有数以十万计的学生使用 而且我上次来听你说的 其实这部机是医烧箱很厉害的 是的 即是我们这些被焗爐焗 焗成是湿碎 如果Aster刚刚手机在你身边 这个印就没有了 不会出现 不会出现 即是没有疤痕 当然理据 就可能 或者如果Aster很给面我 做多几次 我们可以讲解多一点 整个系统 整个过程 因为我自己本身 有很多班在教这些东西 但有Aster 可能更加多人认识这东西 也未必 我们希望 实在 它不单止对消伤 实在我们有很多临床的报告 叫做Pathology Clinical perspective 在临床里面 我们在美国华盛顿 州立大学 做很多临床的研究 就证明这一类微弱电流 配合它的频率 就可以将人的细胞修补 当然 你说细胞修补 这就是相当大的一个范围 当然 也有很多人会在问人质疑 如果是这样说法 如果所有医院医生都用完 你们很厉害 个个人就很好 这就不能在这个镜头面前讲解 为何不是全世界的人 或者个个医生医院 是人都用不上 这个里面牵涉到有很多原因 我们今天就不是讨论 我们聪明的观众都会明白 为何还在喝牛奶 为何要吃药 为何有那么多东西 他们很聪明 他们已经听过很多 Aster原来讲过这些题目 我就 孤陋寡问 我不知道 如果要一对一对 如果要问牛奶 我们就提议大家看一本书 世界上最大的骗局 和方圆 有一本书 不是我写 是一个医生写的 是一个外国医生写的 这个也不要跟他买高分 应该是Aster介绍过 我们触及的题目 原来世上有很多东西 真的很特别 但原来 人们将它简单複杂化 我们现在想来 複杂简单化 由变成很复杂的东西 例如烧箱很复杂 我们可以很简单 帮你处理好 但偏偏反方向 很多人觉得 烧烈烈烈烈 撞到 撞到 扭到的脚 这么简单 你去某个治疗骨伤科 可能他因为 一次康复 两次康复 这么快怎么可以 找不到钱 这个世界很现实 要找钱 这些我经历过 无数次 所以我自己才亲自 亲自 就落场用手 我就用来教人好过 因为我以前也有诊所 那我的诊所 两间诊所 每天都这么多人 我做到我真的 暈得一阵阵 当然我们现在 温哥 我也有拍档的诊所 就做其他的治疗 那你说 如果你以这个系统 这样来计 这么简单 而是很简单 你会用得上的 刚才你说起 生蛇 即是大撞泡尘 我们可能 这条题目长一点 继续讲下去 我们就 越来越多题目 不知道 我上两次来 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 那时候 没有人知道我是哪个 我上去 John介绍 你一定要来听 我很好奇 因为听过你的名字 九文大名 我知道香港很多 很出名的治疗肺医生 背后的老师 都是唐博士尼 我就是纯粹八卦想去看看 看看有没有机会 可以做个访问 那刚巧 你那天是讲 这个胶感神经 这个三叉 这个面部的三叉神经 对 你讲得很深 而且我 因为我牙脚的时候 射力勒响 我觉得 不知道是什么事 看医生是不会看到的 看什么医生都看不到 然后 我面这边是越来越厉害的 我知道有东西不妥 但仍然是没有办法 是 那又怎样呢 那么巧 我就想去做展示 做展示 加上一样东西 就是我长期 睡眠质素极差 是的 是的 然后我打算 试试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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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得难听 不用钱 但是我真的想弄的 但是你一触摸摄 他就会说 哇 你很严重 我记得你说 好严重 有多严重 然后你帮了我整 玩了很久 是的 那时候你说 其实我这个症 三千一次 在你三十次也不能走 是的 然后你那天就说 我今天 不要说反叛 很有趣 你那时候说 不要说反叛 我要一次个医好你的 我记得你是用这部机的 做了大餐 然后你帮我做了某些东西 帮我做了背脊 然后我当众爆哭 不知道你捏到我背脊在哪里 当时很多人看着他 很多人 前面有很多人 我突然悲从中来 其实不是你抓到我痛 而是突然间有个地方 有些情绪激发出来 然后就 很继续酸 我们就不愧疼哭 幸好没有人在 因为没有人认识我 我很感动 因为我知谭博士理 其实这部机不是你的主要收入力 是美容那边的大机才是 但我见你很用心地教学生 我跟你的女儿Candy聊 Candy都说 这个不是我们主要收入力 其实我们是做美容那边 那些才是我们赚钱 你老爸这么努力 在那里说 我见到你是很用心去教 其实是完全是 如果说钱的话 其实他们很多买机 是 全部学生来的 是 谁说得这么入育吗 但你真的很投入 所以我觉得是 上次我真的听过很多东西 我记得如果是可以用这部机去治疗的话 其实可以充满很多 是的 我个心就觉得很难过 就是如果我十八九岁 我也不想全身烧伤 以后怎么找老婆找老公呢 不是找不到的 在市场上难过很多 对不对 你真的要找一种真爱 那我就觉得不行 我真的要和人说一下 因为传媒我就比较熟一点 那我就觉得不行 一定要找谭博士上来说一说 多谢 多谢 实际上我们需要像Esther这些 这么有爱心的人 在这个传播界这里 起码 我刚才和她分享一下 在Facebook 和Youtube这个站里 有几千的 随重者 忠实的勇敢 忠实的粉丝 如果你们这些粉丝 你要多谢Esther 因为如果没有Esther 你真的不会认识我 我们利身和谭博士 绝对没有任何商业勾结 交往的 将来有没有不知道 现在这一刻没问题 我们觉得是这样的 你所说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刚才Esther所说的 这些全部都是百分之百的真诚 而且我们是 一般如果大家认识我 我会比较保留一点 就是说 我是比较守舊的 我不喜欢夸张的 例如我说销商 我们真的可以在很多案例里做出来 上次我对那一堂 就说起台湾粉尘爆炸 他大约有四百个年轻 最年轻的那个是十五岁 年纪最大的 为什么不是二十二岁 在户外里面搞一些 一个舞会 大家应该听过了 有些人就把五盐六色的粉状 一样的东西就爆出来 在空间上 为什么这么巧 因为周边有很多灯泡的光 就是用很猛烈的光线 好像是慢火的光 那些灯很光 太过光 就引发到粉尘爆炸 就差不多九十几个年轻人 全部都烧上 当时这个粉尘爆炸 我马上立刻 他就叫台湾 因为中港台湾 中港台一前前基金 中国有一个主席 台湾的主席 香港的主席 他就叫台湾的主席 前任总统马英九的姐姐 就说他很快 他的助手很快 立刻叫他 一叫他 我都见过马英九的姐姐 在香港筹款的时候 我也见过他 马英九的姐姐 没有听电话 但是他串口信过来 他的助手 说给香港主席的助手 多谢谭博士 这么有心 因为我当时 是推荐什么呢 我带十个学生 包括我本人 免费将仪器 将用品 将消耗品 带上仪器 我不用他出机票 他就让我住了 就飞到台湾去 相关那几百个 受伤的小孩住的医院 不是一定要医院用 我可以给他的家属用 因为 那个仪器 是不用用针 不用用刀 不用用纸 不用消耗药物 原来用一种普通的 全度电膏的 好像盐水的水就可以了 将这部机插住 用这一堆东西 点到水中 点到伤口上 当然之前要消毒了 它就可以令到伤口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痛大幅下降 第二 那个伤口结焦 结巴的程度 降低九十多个日子 如果皮肤 都只是二级至二级半销商 几乎是没有痕迹 几乎是完全没有痕迹 我提供了 给了资料 给了个案 给他们看 整个 整个 整个电子 就交了 飞去给他们 立即给他们 然后很不幸地 现在是说那些 小朋友是不幸的 马英九的姐姐说 她刚刚的老公在美国过去 她没有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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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都没有心情 她就说 我交给那个助理 去帮你处理 因为这件事 当时不应该亲自落伤 处理这个基茨 因为有四百个年轻人消失 四百个 四百个 后来当然因为她飞去美国 她没有亲自处理 没办法 我尽了我力 只有四个字 不了了字 帮不了 但是同样地 我们希望今晚你们各位观众 看到和听到Esther 这样将我介绍出来 那我们当然是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现场演绎给大家看 亦都是一种很简单的东西 想当年我开始推广这个系统 我都很刺激 怎样演绎呢 有二三百人在我面前看 那我就会找个打火机 开了部机 找个打火机 怎样打火机 我说你们选我五只手指 任何一个位置 我就把打火机 摆上去 即是离开大约一寸左右 即是烧 烧到一只手 烧伤吧 大约十秒钟 你数一二三四五 数个十秒 我这只手 十秒肯定是会二级至二级半小 那只手的皮肤接触到的话 一定会起碎泡 还挺痛的 我这样做这个动作 我便会找这部机 点住那个箱的位置 这样按住它 握住 只需要这样按住 是这样 这都不需要 开了部机 大约十分钟后 我一般会对着观众说 你刚才不记得到我表演了一样什么 那大家看看 你找到我的手 一般人就像玩魔术 近年我少做这件事 第一我们的过案太多了 成千上万多个案 第二 这是被我太太骂 因为被她看到 你这样烧 你玩得这么瘋 你不欲痛 我欲痛 你烧到我老公 所以我们近年都没做这个动作 但是这个是其中一个 最大的快速的功能 当然还有刚才你说的 其他 譬如你说你触及到那个TMJ 实在如果说TMJ 这个你刚才说得很假 TMJ实在是 最复杂的一个问题 不如我们留下一次说 好 我们第一节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我们休息 一停间回来就说什么叫TMJ 好 再见 接下来这一部分 就精彩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牙教关节仪位 或者牙教仪位 实在真的没有什么专家 没有太多人可以说到 好了 交给谭博士你了 什么来的呢 为什么重要呢 S是说得很对的 如果你在 今时今的资讯是很方便的 如果你在报纸 雜誌 甚至现在的网站上 可以大量说片这么多的资讯 放下来给你看 都看不像 不过 你留意一下这三个英文字叫TMJ 全名是Temporary Manu Bullard John 或者John TMJ这个字就是 这个牙教这个位置 这个牙教这个位置 当一个人开合过口的时候 即是你每天 你说开合多少次呢 原来是 拔大口 吃东西当然要开合过口 但是 有些人 他不自觉地 我们叫做subconscious mind 即自觉神经里 他紧张 例如 他不吃东西 他坐在那里 打鸡 他在咬牙教 你听过吗 他很紧张 一咬牙教 你就看到这样顶起 原来我们就牙教这个 这个位置 TMJ这个问题 在内阔 这个名叫做什么 这个牙教移位 TMJ这个问题 原来就是 跟这个叫做Bells Palsy Bells Palsy Bells Pal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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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这是一个 译了一个名叫做 职业司机的 在中国人的说法里面 他会这个叫做面炭 即在中学里面炭 面炭 那样子会怎样的 他嘴变了 在中学里面有面炭 有西医的叫做面部三叉神经验 或者有些民间的叫做鬼吹风 或者叫做鬼拍面 为什么呢 一睡醒 嘴变了 如果是男人 变了嘴 他都忍受得住 今次今日又流行戴口罩 但是忍受得住 和他处不处理这个问题 怎样处理这个问题 是两种事 如果是美女 就很慘了 实在 你见我的小女 Candy 就在怀孕 即是生她的小儿子 她一个小儿子 她生了我的小儿子 出生前两周 她就没有睡觉 那就是TMC问题 复杂到我不相信 Aster今次的访问 可以我说得完 但我希望尽说 你觉得很对 报纸、杂志、网站的任何上 很少触及这个问题 很多年前 我应该觉得应该是十年前 在某一张报纸 就说医疗的部分 就说及牙教仪位 但她是碰及的位置是很少的 实在这一个问题 我们觉得 对港大的市民观众 总之是民间 若有任何病患者 有这个问题出现的话 即是今天叫做面坦 是很流行的一个问题 那面坦怎么办呢 在中国最出名的上海某一间医院 都需要二十八日 香港某个人的面歪了 不用说是百分之七八十 去看西医院 看西医院后面歪了怎么办呢 医生一般的定论 我讲西医的定论就是 你三叉神经中了病毒 三叉神经中了病毒 所以就叫做面部三叉神经炎 叫做Facial Paralitis 怎么弄呢 是没得弄 没得弄 还有我听说痛得很厉害 是很痛 我听说痛不欲生 如果这个面坦痛得很厉害 不知怎样掩着面 掩着肌痛得很厉害 这个呢 为什么西医院叫她是面坦 还有面部三叉神经炎 用这些名字呢 因为她摸到面 真的没什么感觉 但是那个感觉是痛得不得了 你摸了它 好像没有东西 但是哇 它痛得不得了 那怎么办呢 最重要的一个是 你喝杯水是吞不到 它漏出来 那我们有一个动作是容易 诊断是否是面坦 就是吹波 就是给个气球 或者你假吹波 一吹咀就歪了 水就掉了 还有一个麻烦的地方 就是影响到那边面 比如左边的影响左眼右边的影响右眼 就是眼睛打开合不睁 你睡觉也打开眼睛 那睡不睡得了 他睡得很辛苦 我找手掩着它 找手遮住它 带着面罩 或者带着航空公司的那些 带着那些 我听过一个 是 他说很惨 真的想死 是 当然 来不忠有这个面坦这个案子 谁会看到或者留意呢 就是某些偎人 不是 偎人 是 某个偎人 哎呀 他惨了 他中了面坦 或者 二步三叉 经验的嘛 所以我就在堂上有时就教学生的那一次 我就告诉他们 为什么会弄得有点不好呢 不是他们不懂的 是他们 针对性地对付那个问题 比如你面坦 这个面坦 那怎么会弄回正法里面呢 是弄不正的 如果以神经和肌肉学习来说呢 他们都知道的 是哪里呢 是颈后面 颈 这个位置 颈后面这条肌肉叫做Trapesia 或者叫做大三角肌 在里面的神经线拉动面部 受损或者叫做冷疹 原来这种现象出现 一般面坦出现 通常是早上起床 起床 那些人在床上起床 那他通常 小心的人就会立刻拿一件神套 或者拿一件衣服穿着 但很多人现在不是很留意的 起床并慢就起床 可能就 冲到一个地方比较浅窄 去近窗口的地方 一般是冷的地方 一般是冷的地方 那我们的定论就是 它冷掉脊后面这条肌肉神经 引发面部的神经线受到收缩 扯歪了 就像扯窗帘 本来是两条绳一起扯 那条窗帘才能上 你扯一条会怎样 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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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理差不多是这样 但当然 说很容易而已 但真真正正正是处理到才行 所以 我们就发展了一套方法 就是用一套这么简单的东西 透过外面的肌肉不同的位置 推推推推 等它产生肌肉收放 再来我们有一个特殊的工具 就是一支盘 盘盘伸入它的嘴里面 那会不会很痛呢 我试过 是 是不是很痛 痛 但是非常可接受 是 没错 因为那种痛 跟你原底所感觉到 和所要忍受的 就相差 没有十万八千里到五万里那么远的 很轻微 但恐惧 完全可以接受 好像有一套针 或是有脂液 接住那个位置 就是这样的感觉 是的 但最重要的是 我们不用吃药 不用打针 那好了 当然我去过很多无数医院 最早期我去几间香港大的医院 做什么呢 我是当时想那些 香港是不是 中国人多了 是不是流行一种癌症 叫做鼻咽癌 鼻咽癌 叫NPC Nation for Reginal Cancer 这个是在鼻骨后面生癌 它做完一切的治疗 之后 很多病人 是颈、头、面、牙膠 全部能打 最惨的病人 是开不了吃东西的 我设计了这一套方法 最重要我当时想帮这些病人 当然 记录上 我数不清那么多 就去几间医院做 病人真的很开心 原底的口 英文叫做Trisom 牙膠紧闭 即是说它电疗完之后 它已经很痛苦 受到癌症的折磨 电疗完之后 肌肉硬化 硬化 刚才你说的烧伤 烧伤就起巴痕 但原来用辐射烧伤 叫做Radiation burn Radiation burn 大家有没有听过电疗 电疗即是说 现在有某个人不幸悟有癌症 他有化疗 化疗即是打针 打化学治疗 电疗通常 避烟痕就要电疗 电疗即是用COO60 叫COVA60这种辐射 经过一个加码射线的特殊机理 将这个辐射射向病人某区域 例如避烟痕 他就要透过口的两边 下面的两边 不能在颈椎电过来 电到颈椎会死 他就透过耳道的中间 通常是二、四、六个位置 这样电 再严重一点 所以就要将那些辐射的东西 推入鼻子 内外夹攻他 希望将癌细胞杀死 这个过程之中 病人抵受了不同的程度 不舒服和痛苦 但最重要的是 肌肉全部辐射消伤 变成硬化 一、开不了口 你不用自己抹大口 即是这样? 不是的,是这样 他们就做了一支棒 一支叫做spire 一支前面三个 像射箭的箭头 一支吐 他就脱了这样一部分的牙 就有个洞在那里 他就把这支棒放进去 自己扭 好像螺丝米那样扭 扭,叫开口 叫开一扭 然后自己 啊 拉开口 就把流汁的东西倒进口里吃 因为他吞烟不了 所以他每一次 我们喝水很舒服 就这样喝 给人家的病人做不到这个动作 他喝一口水 要这样 让他跟地心吸力流 这个因为 我们唱歌的这条肌肉 可言这条肌肉 亦都是我们吞烟 swallow 当时吞烟 这条肌肉 你看我吞一口水 是不是要动的 但我们平常人很容易做到的事 是病人的话 就真的很凄凉 但我可以令他恢复吞烟功能 令他恢复厚 这条肌肉 我们有了临床的报告 叫做clinical paper 有了在我手里 当然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你说的TMJ这个 最惨的就是 病人不能够再自由转动 如果某个人在后面叫他 他除非一天这样认他 例如John 什么John 最多这样认他 他不能够说 什么事 没有这个动作 整个可以吗 整个 没错 要跟整个身转过去 因为脖子 硬的 和脖子 全部硬到像这块铁板 硬到像铁板 这块木板 硬到像铁板 你摸它 哇 硬到不得了 那很多事情做不到的了 好惨 没有表情也会不会 他没有表情 没有白有表情 所以我最大的希望当时 就是去这么多间医院 我就想把这个治疗的方案 介绍给医院方面 让他可以和这些病患者 不是说恢复了他的健康 最想改善一下 他的病人生活的质素 因为病是很痛苦的 治病的过程很痛苦 但如果继续带着这个病的干扰 这个叫作副效果 你就知道 就更加痛苦 所以我当时真的做了很多事情 结果也有结果 有些义工的团队 病人士本身的病人 他就好 他就走来跟我说 我愿意做义工 我出钱买了机 我去帮病友 也有的 有很多间医院都有 但因为现在病人太多 还有病人很奇怪 病人不方便说 这个叫病患者心理 这个太多了 因为没有离题 我现在说东西 我现在说东西 说东西就说西了 因为话题太多了 所以这就是刚才回答你的TNJ 我们真的很开心 因为我们做的记录 包括面炭 面部三叉神经验 我绝对有把握 你不需要很特殊的一个训练 你只需要懂得使用 每个人都可以帮到他的家人 或者帮到其他病患者 令到他的牙咬开合 改善大约80至90% 因为喝到水吃到东西 没错 而且颈部转动可以恢復大约80% 最重要的就是他吞咽 不用这么凄凉的阴功 一定是流出液体 而且每次放到他的口 小小小的 要恶高的头 靠地心吸力吸下去 说你多惨 这个很容易捉到 因为你没有了吞咽功能 你也知道大家 我们吃到气管 是一条的 大家知道有个门掩开 两边掩开 你说话的时候 他就用气管来说 但是你吃的时候 他就关了气管那一碟 去过食堂那一碟 所以我们就中文了中文了 吃不严格就不严格 就是这样的 因为你一路吃东西 一路说话 真的会吞了架 所以真的很不简单 大家真的可以喝一口水 甚至乎转头烟人 喂 怎样 其实真的要很感恩 很感恩我们自己有健康 非常之正确 尤其是我们做健康事的人 我们就是说 很多人觉得很简单的东西 刚才说斩眼 他不知道原来 假如他有面痰的话 是斩不了眼的 你想斩他不眉眼 你斩几只眼都不眉 你说斩不斩 那会怎样 你的眼睛没有肝 他的眼睛就经常睁大 但你睁大会肝 是啊 他就要用眼水 用眼水滴去洗 直到大药平均是由1至6个月不等 这个问题 当然 在西方治疗的医学里面 他也没有什么方案 可能是给一些类固醇 你痛就给一些止痛药你吃 然后西医暂时就说 你这个会慢慢康復 通常会 是不是真的会 这样说 以我个人的经验 我应该都治疗了这一类人 不要说成千上万都断百计了 我就觉得不用药是好用药的 因为用药既然帮助不了 有什么大帮忙 但你吃了类固醇 吃了抗生素 在不必要的情形之下 现在医生都主张是不要 尽量很多很好的医生 问题是你能不能遇到 你遇到好的医生 看你的福报 你真的是你的福报 不是没有 我都吃了很多很好的医生 有些你遇到医生 他就说不需要吃药 他明知吃药是没什么帮助的 但也有些医生 以他个人的意见 觉得加点栗固醇 加点抗生素 加点止动药 对病人的病情有舒缓的作用 这样也无厚非 但是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 就是你懂得处理好它的话 问题慢慢会解决 有没有人 永久创伤是有的 我有些病人在海外来 我见过一个病人 是我的学生带他来的 年下 39年 不能抗拗 39年 都改善了很多 改善了大约 他也很辛苦 他在马来西亚住 他的老公是拿督 很有钱的 他说根本上他由 onset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二十多岁 他到五十多岁 真可憐 但这个拿督对他真的很好 当然这个人弄好之后 那样子真的很漂亮 但他多漂亮的人 他不愿意的嘴 香港有一个很出名的空中小说家 大家应该听过 叫做李我先生 他就拖嘴了 冯锋 冯锋 你我没有事 你我的老友 你对啊 冯锋 你我当时常常跟冯锋在一起 大家知道冯锋就是冯锋的父亲 一直都是 嘴都拖了 当然也有一些 不在加拿大 我都有一段时间住在加拿大温哥华 加拿大温哥华曾经有个省督 瓶斯陈博士 在香港去的 很出名 他亦都是 Bell Spouse 有面部三叉神经验 嘴又拖了 但是到差不多 隔了几十年之后 他拖了几十年 他慢慢的程度是减轻 但他一样的嘴是弄 一说话他就拖了 不说话就没什么 你合起来说不要动 譬如说十年八歳之后 嘴不要动 这样就不觉 但一开口说话他就拖了 因为你动到面部的肌肉和神经 他立刻就拖了 所以 这一个TMJ就是一个 AXA看出来的超大议题 但这个我们是可以 不是很复杂地可以给你 因为这么巧 我还没去你的博士之前 就听过另一位女士的博士 她就是整场博士 就是说什么三叉神经 什么胶禁 痛的这种东西 我听到全场就觉得 简直是痛苦路不得了 其实就算执回一条命 其实生活都是人间炼肉 是很辛苦 所以我有专堂 我有特别的堂教这一件事 要教那些护士 针斗师 推拿师 治疗师 甚至医生 大约六堂 每堂大概两个小时就搞了 他们基本上都会 可以百分之九十处理到 这个面痰 或者叫TMJ的故障 问题不是很大的 好了 那我们第二段时间 眨眼二十分钟又过了 那我们又休息一会儿 回来再跟谭博士聊天 再见 是 好了 眨眼已经来到第三节了 其实呢 谭博士刚刚刚说的 就是跟这个看牙医有关 这个我觉得都有必要要看一看 是 OK 实在呢 我都跟很多不同的专家 包括很多医生 包括牙医 就很熟悉 包括我本人 我也要去看牙医 我的经验是觉得 任何一个病患者 有TMJ Dysfunction 我们那个名字叫做 TMJ Dysfunction 它叫做TMJ Syndrome 即是说牙教仪位的后群症 是多到数不清的 因为如果我们就教你 如何去检查你的牙教的时候呢 你就会知道 原来很多问题 就因应牙教影响了 那我们就有18题 那我们就不用检查18题 大约 带一带给大家听一下 你怎知道你的牙教是歪了 听字了 第一 很多人是不是有耳鸣的 耳鸣在西方叫做Tinnitus 即是说 那个名字就是 我们叫做一个Lame Man 普通人 学会的这个叫做 Bringing on the ear 就是耳朵在那里 不断响 那你是不是耳朵就好像有 有个蚊在里面 呼呼呼 或者有大声叫蜜蜂 就是呼呼呼叫 你舒不舒服 我想像不到 但肯定很不舒服 这个就很难在中医学里面 假如你有耳鸣的话 中医就会定论 很多时候就说你腎规 腎规 你的肯定是腎规 但大家听众观众 不要误会了 以为说腎规 就一定是觉得你 有些生活不太好 或者性无能 对呀 搞搞震 不是那种 不是那种 它的意思 腎规就是腎水不中 因为腎就是两个器官 做过滤蛋白症 就有很多粒子 好像发泡膠粒 那种腎小球 就用来过滤蛋白 来把好坏的东西分开 那么 腎规就表示 它这个功能不好 跟我们刚刚说的东西 没有关系 但是 原来耳鸣 耳鸣 是一个很干扰你的问题 特别是晚上睡觉时 全屋静了 你应该什么都听不到的了 但你听到耳鸣在那儿 就是这样 原来其中一个做成耳鸣的原因 就是T&P 我们待会后一段讲说 怎么检查你T&P 有没有什么 你自己查就可以了 自己查到的 我说这就是耳鸣 第二你不要经常头痛 头痛啊 但又吃药 又休息,又睡覺,又按摩,又什麼都做,都是痛 總之無時無刻都舒緩一點又痛 另一個就是,你不能一邊身,整天好像不平衡 左邊右邊,總之不知如何,我們叫做不平衡 你又去看醫生,又吃藥,又生病,又不舒服,又如何 另一個就是,你有沒有覺得睡覺,睡了一覺睡醒 睡醒起床的時候,明明睡了八個小時 一睡醒,累都叫Yawn,一起床就打下霧,不斷打下霧 搞什麼呢?如果一兩次當然你覺得沒什麼問題 但如果每天都是這樣的話,你會覺得自己有些問題 又去看醫生,看醫生不用說,醫生都要做點事 否則你覺得你給了幾百元又不是很公平 沒有藥拿的,不給藥我吃的,這些人現在習慣吃藥 為什麼不給藥我吃?醫生不給藥吃,你真是 S你怎麼搞的?我給了八塊水,你為什麼不給藥? 他不知道醫生不給藥才好 針又不打,藥又不給,真的不值 實在你吃藥,或者你打針,或者做什麼都不行 三、四個症狀,再來下面,你覺得是否周身背痛? 嚴重一點,不關於有頭痛,帶著肩痛,帶著頸痛 現在背後,整個身都不太疼,那你又不用說了 又吃藥,打針,按摩,推,打骨,什麼都做 為何它又好一點,如果嚴重一點,不用說 請假休息,尤其是下星期放假,睡飽了,沒有用 那些症狀,越睡越過 對,那樣去了,那樣去了,那樣去了 然後,這個明顯一點,更加明顯的是 你有沒有睡覺隔離,你的枕邊人,你的情人,愛人 或者老婆,老公,那樣整晚磨牙 你會說,咬牙,磨牙,磨牙,咬牙,咬牙,咬牙 磨牙一隻,還有磨牙,但是發開口夢 好像咬牙咬牙,你說別人說充足,好像鬼吃賴 咬牙,在那裡嘮嘮嘮,覺得它有很多夢 再來,嚴重一點,還是痛,偏頭痛 叫migraine headache,嚴重了,這個是嚴重的 好,它經常都一邊頭,好像膨脹,又好像膨脹式的爆炸 總之痛到你的眼睛都倒下來 下面一個,很多時候,即是說,它咬東西的時候 例如鳳爪,或者排骨,排骨有塊骨膜,要咬出來 一咬不小心,排骨的塊膜咬了,但是那塊骨 咬了,但是那塊骨,你整個頭都避開了 接著,嘩,那口膠很痛,那你覺得正常 你咬了一塊骨,正常的骨可以咬爛,你試一下 我不是主張骨膜咬,骨骨不要咬,但是你拿吃雞腿 咬了骨腿之後,你可以試一下,整個骨腿就擠到骨腿 那條骨腿吃那塊骨,你試一下那塊,用那塊來試 然後咬下去,原來最前面那塊是脆骨,軟的骨 脆骨加一塊很細的軟骨,而裡面是血液 去到,透過那條骨,送到那條骨上的雞腿 這個地方很軟,不用怕,如果你咬下去,你的牙沒事 即是你的牙都OK,如果你咬都咬不到的話,一咬,哎呀,痛 你的骨腿是不同,但是我不主張大家去咬那麼多 好了,那都整集八題,下面一題,這個是教你check 我們教你你的口,抹得大不大,又不要說男女 男人什麼,男人口大吃四方,女人口大吃什麼,不是說些 是用你自己的手,你就知道你的骨腿正不正常了 三隻手指,這樣直小,抹大口,親口一邊 如果抹不開口,你的TNJ就會過緊,如果抹過程裡 你的牙膠兩邊click clock響,即是鬆,應該是怎樣的 是很少聲音,沒有click,沒有clock,沒有什麼都沒有 就是覺得要抹開口,這樣就正常了,但是千萬不要太大了 抹得太大,有些人都合起來,有沒有見到別人 好笑的,笑的下巴,掉了下巴,是有的 這個就是視你的牙膠正不正常了 下一招,這個比較複雜一點,就把三隻手指這樣 這樣夾起來,這三隻手指,中指比較長 小小旁邊那兩隻,就不用了,抹著它 中指輕輕輕,縮一點,按下去,手指就好像齊了 這樣,就擺在耳珠,這個耳珠的前面,用這個這樣拍著它 這樣拍著它,你中指就會摸到,摸到TNJ的膠的中間 你會看到它會動的,一摸,你會覺得這隻手指的中指 就讓我們這個膠的骨,TNJ,就是牙膠,頂起這個手指 這個動作就是這樣,你要自己確認 它應該一按下去,是一起縮開一盒,頂回來的手指 一開一盒,要同步,假如左邊先過後面,或者右邊先過左邊 高一點低一點,全部都不正常,你說是不是很煩呢 這個就是剛剛講完這十幾個問題,就是講TNJ Dysfunction 你想一下,在什麼動作下,牙膠最多的移位,你會去整牙 你會去整牙,他整牙,會怎樣? 你會去整牙,抹一口,他給牙膠,現在牙膠就好像寶寶仔 就好像你去看見別人的老人家,假牙這樣,兩條坑在那裡 一塊牙膠,一塞塞在你一邊的口,這樣他就會撐住你的口 那你迫著口就要抹開了,是不是? 但你有沒有想過,逛逛地弄一頭半個小時,那個膠抹開了 在那邊的牙醫幫你撩,叫,洗,整,整,不到了 這個膠是不斷被撐開了,這會怎樣?這會撐開 這邊就抹開,兩邊都是不正常外用的 因此我經常都提議我很多熟悉的牙醫 我就告訴他們,你們做牙醫或者做牙的手術 或者做任何東西在牙上,我實在會弄歪了TNJ 他說,TNJ歪了,那會怎樣的?我說,TNJ歪了便不舒服了 他說,但是TNJ,一般的病人,如果他有TNJ Dysfunction 他投訴些什麼呢?比如你說,我現在牙膠不舒服 我是不是去看牙醫?我去看牙醫了,我打開口 他就告訴我,你牙沒事了 因為他不是看這個東西 是啊,他不是,你說怎樣不舒服? 你不是投訴,例如我剛才說了十幾種原因 我耳明關我什麼事?我頭痛關我什麼事? 是不是?或者我現在左邊的邊身,整邊空身 但是你會不會看牙膠?不會吧? 但實在在這裡影響著 好了,這個既然不屬牙醫的範疇 又不屬耳科 又不屬耳鼻喉 關於耳朵什麼事?耳朵看不到東西 又不是異科,又不是鼻科,又不是牛科 不是ENT 然後你說,現在都在牙裡面 那這個頭痛又不是老科 那授什麼科? 沒有科 就被人踢踢 你想想,有這個問題 這個干擾是多慘 當時我記得那張報紙 就是某張報紙 健康雜誌那段 這個記者就去報道 原來他是採訪一個牙醫的 那個牙醫真的很好誠 就說起這個牙教關節二位 他就說很多人都有 但是不知去哪裡處理 亦都不知怎樣處理 沒有辦法處理 那怎麼辦呢? 當然我都是鐵而不捨地 我真的經常都想辦法 令到有關的醫學範疇 或者某一個類別 怎樣正視這件事 因為很多事情 原來你處理了一個PMG 所有問題都消失 包括頭疼、喉嚨的問題 善惡的問題 面形的大笑 有些人大家說了這個問題之後 你可以留意一下 無論在電視機面前的人 或者訪問很多電台的人 或者很多個星、明星 總之你在流心 一在鏡頭出現 或者你看看你自己的親戚朋友 你看看他 原來很多人 通常都是歪的 臉都歪的 所以有些人更加 在表觀的法令紋能 一邊高一邊低 有一條很深的眼 一邊很淺 然後有一邊的人的眼 特別是低一點 高低 高低 皺紋特別厚 大小眼 大小臉 嘴尾 背高低 原來這個全部都是T&D 所以我在美容學裏面教很多 教學生 正確 教你這個技術 去將面形調整 做面形 那些人客就會很計較 你收我多少錢 但如果面形 面形 面形 當然也有另一個學科 我專門叫cranial adjustment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腦底治療 原來腦底治療 你已經知道它是怎樣做的 但我教這套方法是比較簡單的 因為只需要在牙裏面 上中下 在最尾的大牙裏面 在最尾的牙裏面 在最尾的牙裏面 而外面 只需要上中下 三個點 即是在內外的十二個位置 處理了一邊面 沒有甚麼特殊技術的要求 因為是儀器 將電流通過牙膠 穿透到外面的皮膚 然後這個電流會令到肌肉 產生互相震動 然後將肌肉放鬆 它鬆就收緊 因為在動作之中 它會收縮 緊它放鬆 因為它在運動時 它過長會縮短 但問題是需要電流觸發甲立 讓肌肉裏面的預算 去到肌肉的中間 產生正確收縮 這些是比較技術的 其實譚博士 我上次來聽你說 就是關於生蛇 然後你這部機都很厲害 除了燒傷、火傷、電灘 情緒抑鬱、生蛇 什麼手扭傷都可以 沒錯 適合了 我搬屋扭傷了 五個月都未好 真是激死人 有時真的不知道看什麼 應該是看鐵膽 還是看中醫針灸 還是看物理治療 真是無從稽考 病人 病人 當有病的時候 什麼都可以試 我們要亂石頭 但我們今時今日 現代社會裡 我們比較進步 它有一個方向 但問題是 有時某些事 像你剛才說的 手 在雙動科的治療裡 手痛、前臂 一般牽涉到西醫會定論 網球球 我都不打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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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叫做高爾夫球手 叫做Golf Elbow 打高爾夫 所以這個 在節目之後 我幫Esta 處理了這個問題 比較簡單的問題 當然 在整個治療程式 如果說真的 微臉治療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筆外乎是做 將肌肉的長短 調節 是這麼簡單 你說 身體是否全部 都是覆蓋著肌肉 理論上 除了指甲和牙齿之外 全身任何一個位置 除了指甲和牙齒之外 全部都是跟肌肉有關 也有很多證明 我們人的傷和痛 特別是痛症 84%是跟肌肉收縮 或是過分收縮有關 我有一陣子 經常去香港 不知東華三院 在Ebron Inn做義工 我見過一個症 叫做肌肉戰動症 肌肉戰冷靜 那個患者真的慘得不得了 第一 他的心理是清醒的 這個是最痛苦 如果那個心理不清醒 那就睡吧 那個心理很清醒 而且他的腳和手指 硬了就躺起來了 你幫他拉下來 他又彈起來 而且他是越來越硬 然後我看到患者的表情 極度痛苦 已經是牙齒開始 他又說不出 他又說不出 因為已經硬了 他很想說 是不是很痛 對 你就眨眼 但他的心理是完全清醒的 真的很慘 我看到他這樣 這些是一種免疫系統 免疫系統自我攻擊 這是一個 Immune system 裡面 他就有一些 自己 attack 當然有很多這些 牽涉到神經線的問題 肌肉戰動症 這是比較罕有的一種 是很可憐 但真的很慘 我看到他 他是那個本身的那個 那條Motor Neuron 即是那條肌肉的神經 那條動物神經 和他本身的交感神經 大家失調 他漸凍的意思 不是說他越來越爛 那樣的意思 他是慢慢慢慢凍了 硬化 硬化 沒有反應 沒有反應 他很猛 你看他很猛 是 不如是這樣 他意思是 我們不明白他 他沒辦法說出來 他沒辦法用手寫 是啊 真的很慘 即是他越是離得遠 那些動物神經 譬如指尖 腳 腳板 手掌這些 首先失調 沒有了那個狀 本來他抓東西 拿東西很簡單 他慢慢慢慢 直接是 你手不能動 一路走上 一路向他身上去 最慘的是 他心和他肚 都很清醒 是啊 知道在發生什麼事 其實這部 這麼小的機仔 很有趣 好像電話一樣 手機版 其實 除了可以 我剛才說的症狀之外 還有什麼人會找你去 可以做到什麼 其實這部 我們原來熟世的版本 第一部出來叫做電號大褲 這個叫做Micro Master 是我全球註冊了 是 後來我們現在改了 去的名形 叫做Bt-mini 它叫做Bt-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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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生物治療的迷理電腦 這個除了所有的傷 腥症 這樣 還有整個理牌 水療 水療 多iment 不是莫 pem devil 下工 我們需要這種紙 關上 插進写 在啟動雙肌 其中一個程式 要把這條線 撓下水 四條線 兩台電腦 當然是一個浴缸或浴缸 然後那個人就躺在水上 這個功能我們叫做離子水療的電療 離子水療的意思是 將所有水的分子帶極性 將生物電流透過水 令到所有分子帶電 這個人浸下去 讓水和皮膚接觸 跟身體的電流溝通 加強它的循環代謝 這是一個很好的保健系統 對一切身體的組織 腰痠背痛 或者坐骨神經痛 頸痛、頭痛 甚麼痛都可以 要慢一點 為甚麼抑鬱都可以 抑鬱症原因最大 在我們的治療裏 其中一個是屬於心理治療 心理治療 我們需要加電極件 去檢查心電圖 有些一次過包氣 它有一塊很細的片 有很多條線 十幾十條 由腳內側 腳邁摩為止 然後腳內膝 然後鼠溪 一直跌到心臟 跌到腳頸 跌到手 全身 跌到腳內膝 接著拍攝 接著開機 檢查心電圖 一樣 我們用那些這麼小塊 但我們那些比較大塊 將它放在印塘圓 即微深 這就是我們人 你留意 當人們想起 那時候 它就這樣 就在那裡 所以當見到那個人 這個皺眉肌 這條 摺了它 這個人 就很多東西 即是很 stress 周時都皺起眉頭 有些人見到它很年輕 就起了一條坑 這不是它天生 也不是它有什麼原因 它是多東西 它經常皺起眉頭 心理病 我們叫做一個psychological problem 我們這個設計了 有一個psychological clear 就是心理故障清除 大家都知道 人 我們的器官 心肝皮肺腎 大家知道 一個人定論 如果他進去醫院 不在某些原因進去 想知道這個意外 有沒有造成那個人死亡 就需要檢查兩件事 一 他有沒有心跳 有 咦 明白 他沒有心臟 搭著他 就在那裡跳 有output 有電 接著要檢查他的腦 醫生一般 如果是意外 看他的瞳孔 看他眼中間的瞳孔 即鏡頭 有沒有散 然後那個人死了 當他沒有電 沒有了血液 在頭腦上供應的時候 這個瞳孔就會散開 放大 這個死亡 但是 如果他的心 還沒有死 還跳 腦子還有電 雖然他的腦 可能受傷 或者有某些原因 譬如 植物人 我們所說 他以外受傷 高空跳下來 撞擊之類 他腦已經沒有分順 或者他已經昏迷 但他心還跳 你不能定論他死了 所以 你就知道 是不是 好像我們現在 日常說的 尤其是過年 我公祝 你心想事成 這樣 你就知道 心想事成 心想要動腦 心想要動腦 你心想 我要今天去見 你一邊叫 你一邊叫 你一邊想 動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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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動腦 要兩種器官 心和腦要互動 既然是這樣 有少許生理學 就要幫觀眾說 不是考大家 不懂 你知道心 就在人的左邊胸口 全世界人沒有例外 但如果是曾經連體嬰兒 有少許例外 是他另一個 黏著他的心 走到這裏 他把連體嬰分開 他只得了一個心 就沒有辦法 既然他黏著在這裏 我就強行留在這裏 這個例外 但99.9的人 心在左邊 但是他 有很多條動脈 八大號動脈血管 其中兩條 這個手指很差 就是在這裏 一直向喉嚨這個位置 透過頸 這個位置 穿上我們的頭 一條 就在前面這裏 打個圈 就送去大腦 血液 另外一條 在頸後面 封前一個位置 就把血送去小腦 所以當我們 一些人說中風的時候 實在是這兩條 月管其中一條 霸 就不是一條頸 霸 而是腦 即是上腦 這個位置霸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心臟 就要跟腦互動 即是心想 腦要動才可以 因此 如果要定論那個人 是否死亡 就要兩樣器官都一起 停止運作 這死亡情就可以死亡 即是心和腦都不敗 即是我們心 就負責泵越來越來越機械 機械會泵 並不泵 並不泵 大約 並不是泵很久 即是三 平均來說 百多歲的人 泵大約 三萬多天 三萬多天 就完結了 所以我們的心脈 要跳 最好就是 不要那麼快 女士的心脈 是六十至六十五下 男士是八十至八十五下 這個原因也告訴你 既然這個機械 他有時間 並不泵 當然如果他並一並一泵 少了兩下 命就短了兩下 所以女士就長命一點 因為他沒有那麼緊張 男士注定短命一點 因為他緊張 他的心脈 爆炸得很厲害 他還很激動 所以我們就知道 原來心泵血上的腦 必經這個位置上的腦 然後在這邊 這個叫做反方 逆地心循環 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走 那是否即是告訴你 所有心想的事情 都要經過頸上的腦 你就知道 既然經過這個 如果我們 將這個電極片 透過必經的位置 貼在這裡 貼在這裡 但他一想起 那時候 他就未 focus在我們 如果我們將他 每經過上來 這個血液 帶來頻率的訊息 都調整了他 誇張一點 炸了頻率 轟炸了 拆散他 如果壓力很大 他心想 很慘 我要死了 現在要自殺 我就要死了 他不斷地 這種訊號 如果一經過 我便並不斷地 將他停在這裡 即是他的壓力就散了 當他沒有這種訊息的頻率 他去到腦袋 都覺得 沒什麼大不了 不見了一個女友 就找過一個 或者不見了一個男友 就找過一個 不見了錢就找過一個 不見了錢就找過 不見了錢 不見了錢 不見了錢就再找過 之而此 他就把一個很壓力大的頻率 就降低了 所以他心理上 就得到一個舒緩 得到一個治療 效果是很快的 最簡單的一個心理治療 因為我們都很多測試 唉 那我們今天呢 真是 大把話說不完 說不完 所以本來想著 是拍一集的 都是不行的 不如分開兩集拍吧 還有 譚博士都是水的專家 所以 下一集我們講一下水 我們這集時間就夠了 在這裏跟大家說 拜拜 多謝 多謝譚博士 多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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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frontier 五 stadium 各位 忍